好 关于试园会的相关话题 马上进入今天的 第二个媒体焦点时间 再次交给王州 好的 无一假期北京试园会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民众不但深刻理解 绿色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还对参展国家的文化特色 有了更加丰富的认识和了解 那么相关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媒体的报道和评论 首先来看一下 《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 自4月29号 北京试园会开元以来 游客是分支塌来 人数持续攀升 已然成为了五一的新去处 尤其是中国馆和国际馆 更是成为了最热门的区域 门口一度排起了长队 为了应对游园高峰 北京试园会相关部门 多挫并举 保障游客入园 游园顺利便捷 购票方面 不仅鼓励线上购票 而且在园内提供扫码售票服务 运营方面 增加了环卫和清扫力度 健全事务招领 租赁救护机制 新增19处200个侧位 游览方面 启动单项游览路线 为老人和儿童等特殊群体 开辟绿色通道 更有多名志愿者进行引导 来自香港文汇报的文章说 外国展商展示的是什么 软实力 早在五一小长假之前 试园会两大热门场馆 中国馆国际馆 便已然是门庭弱势 五一小长假 开始之后 进入试园会看展的游客 更加的络绎不绝 在国际馆的国别展区 外国展商 有的高挂只看不卖的牌子 有的则趁势 成本价摆卖特色手工艺产品 不为赚钱 只为借试园会平台 宣传本国软实力 不少外国展商表示 北京试园会是展现 本国文化的一个好平台 通过试园会 不少中国民众 对包括一带一路 参与国家在内的 许多国家的文化特色 都有了更加丰富的认识和了解 中国贸促会官网的文章说 试园会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交流 很多国家将这次试园会 是做是推荐本国商品 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的良机 近年来 中国不断扩大农产品进口 中国消费者对环保有机等 理念的认知度加深 对高质量进口商品的需求 也是不断地增加 比如缅甸就将本资试园会 作为重要的推荐窗口 不仅带来了木制品等特色产品 还将其商贸政策 展示在了展馆当中 最显眼的位置 据组委会介绍说 在未来展期内 各国及国际组织展团 将会通过国家馆日 荣誉日 以及儿童教育活动等多种形式 向公众展示和传达 对绿色低碳 可持续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思考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花卉日报 各国携手共见绿色未来 文章指出 试园会员区集中体现了 绿色生活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 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 奥斯特罗姆表示 这次试园会将让世界关注中国 为保护环境和改善人民生活 所做的努力 当前世界各国为了这一共同的目标 走到了一起 即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更加绿色的环境 中国正在引领绿色发展 它重申了对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的承诺 并将生态文明建设 列入国家发展规划的决心 以上就是各媒体 对试园会的多角度关注 好 进吧 好的 王正 感谢观看